1999年5月17日 海洋公園中的香港赛马会大红猫园开幕 主持开幕仪式的国务委员吴怡 代表中央政府向香港特区送赠一对大红猫 安安和佳佳 以庆祝香港回归两周年 佳佳来香港之前 在内地生了五胎一共六个子女 有英雄母亲之称 年轻八岁的安安来香港之前 曾经在新加坡动物园客居半年 被誉为红猫大使 把大红猫送给香港的时候 实际上也表示我们对香港亲切的关照 多了很多民间的亲切感 一对国宝在香港海后 港人都希望他们能够旦下儿女 可惜多年来未能成功 佳佳在2016年离世 以38岁 相当于人类年龄114岁高龄走员一生 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 国家再赠送一对大红猫 由港人改名为营营乐乐 今年8月 海洋公园特别为35岁生日的安安 和同月16岁生日的乐乐和营营 设计了色彩鲜艳的冰蛋糕庆祝 香港人要熟悉香港志 香港人要熟悉香港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科学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概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概念